那時候落地玻璃窗整個都被打破了 所以那時候煙從居室內一直往外衝 濃煙很大 流速很快 據二搜的分量表示 他到了二樓平台的時候 看到落地玻璃窗裡面有光束在跑 於是他就把手伸進去 就一隻手背藏了 就摸到一個人就把他抓出來 這麼近的一個距離 對 那其實那個時候 育翔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驚恐 他可能在裡面找不到路 好長一段時間 也跟所有同仁走私了 然後他爬到了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很接近外面了 他跟外面的距離 其實就一隻手背藏而已 只是濃煙濃到你 他看不到那個裡面是外面 是 那剛好在外面的特殊隊員 看到裡面有手電筒的燈柱在跑 所以手一把伸進去就抓到他了 那抓到他把他拉出來以後 那就問御翔說 裡面還沒有人 裡面還有沒有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裡面忽然整個火就衝出來 他們沒有辦法在那邊繼續待下去了 是 結果趕快撤退 嘿我到現場 帶來選舉集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為主持人陳豐德 在談過大喜事火警 還有超友大流火警 這些案件之後 有一個案件我一直放在心上 想要拿出來跟各位討論 在台灣近代的消防史上 這一起火警 對消防員可說是造成沉痛的打擊 沒有人可以接受 六名同袍葬身在火箍之中 而探究原因又有許多的人為因素 這一起火警就是發生在2015年的 桃園新屋保齡球館大火 這一集就要來各位談談 整起火警的發生過程以及背後的脈絡 那現在歡迎本期的來賓 是桃園市消防局特殊大隊第一艘舊分隊的小隊長 張鴻毅 鴻毅哥你好 豐德你好 以及現場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消防局一艘分隊的小隊長 張鴻毅 好 鴻毅哥給你介紹一下 特殊平時是在做什麼的嗎 其實我們平時就是負責支援 整個桃園市轄內所有重大的火警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災害 比如說高空救援 車禍救助 或者一些重型災害搶救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些人道救援 比如說發生了風災 地震 自己縣市的 或者支援其他縣市的 這些情務都是由我們特殊隊來執行 是 感覺是一些特別搜救 特別的一些任務的時候 會出動到你們嗎 是 所以平常的這些光是訓練的話 感覺也是五花八門 全部都要訓練到 對對對 真的 好 那你目前除了特殊的救災之外 還有從事哪方面的一些職務 我們特殊的話 除了救災當然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也有擔任局的各式訓練 災害搶救類的一些教官 幫忙分享經驗 然後幫忙訓練後勁的同仁 OK 所以現在除了救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教 因為把自己的經驗傳下去 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新屋保齡球館火警那一天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洪一哥也是有參與的 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們的聲音 進到案發現場吧 2015年1月20號 119消防劫後的隔天凌晨2點多 桃園市新屋區中心北路的 新屋保齡球館串出了火車 消防局貨爆之後派遣消防隊員到場 但是火勢卻越來越猛烈 参派的消防人力也陸續的趕底 那天洪一哥到場的時候 似乎是已經比較晚了是不是 對 我來資源的時候已經接近清晨了 其實我們的罹難的同仁也已經都找到 那陸續也抬出來了 所以我到的時間算是比較晚的 了解 那現場是一個怎樣的環境呢 它一樓是游泳池 二樓就是保齡球館 保齡球館它跟一般的保齡球館很像 比如說它裡面有保齡球道 還有撞球 是 所以這整個兩樓的建築 主要是由鐵皮鋼架所製造出來的建築 當時其實第一批進去火場的隊員 在2點02分的時候就要通報 一直到2點19分的時候 他們就假梯就去協助兩位民眾要來下樓 並且有破壞了二樓的鐵門 第一批是由六名的消防隊員進入到火場 當時第一批進入火場之後 看到的是什麼樣的狀況 根據之前的討論是 一開始入室可能還沒有看到火 可是煙很濃 很搭 後續再詳細的救災過程我沒有參與到 所以沒有辦法跟你很貼切的描述現場當時的狀況 了解 所以通常從煙很濃到明火跑出來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事嗎 如果你剛好在起火點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發現明火 但是煙很濃看不清楚的時候 可能已經要燒一段時間了 才有可能會產生這麼多濃煙 讓一個這麼大面積的保齡球館 竟然讓你能夠視線不良 是 所以當時他們也沒辦法確認說 到底可能起火點在哪邊 然後要從哪邊去布水線 然後把這個火勢給撲滅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光是要看清楚裡面的整個結構 裡面是個怎樣的環境都不太容易了 好 那當時第一批隊員就有講說 在他們進去之後 他們看到的是很暗的 加上現場的面積也不小 所以他們進入搜索的時候 就一邊搜索然後找火點 大概用完一支氣瓶的時候 他們仍然是沒有找到火點的 所以他們就整組的小隊就退了出來 準備換第二次氣瓶之後 要再進去到整個火場裡面 好 那也就在這個時候呢 關鍵的第二梯隊 就準備要進到火場裡面了 在2點41分的時候 現場指揮官集結了第二梯次抵達的消防員 有6個人在火場的正面集合了 其中有三個人還是才剛分發下到分隊 不到三個月的菜鳥 菜鳥其實對於這種能夠進入火場 多少還是興奮的吧 就像洪毅哥你應該也有菜鳥的時候 有 那是一個怎樣的感覺 當年我剛畢業90年到消防局報到的時候 我每一天都想進火場 因為我想要了解到底活在現場裡面 真實的狀況是如何 當然如果有學長帶著 會稍微比較安全一點 那早期在比如說在新聞那個年代 那個時候我們局的外勤的同仁 其實數量跟現在差非常非常的多 多很多還是少很多 少非常的多 我們這幾年我們外勤向人員 我們整個正成長將近500多 要到600人了 所以在還沒有發生事情以前 其實我們人力是非常吃緊的 那剛剛也像主持人您說的 第一梯次人救災完了以後 其實你背完一支氣瓶出來 那體力的消耗 而且你的氣瓶已經沒有氣的時候 必須要灌氣 灌氣是需要時間的 那當時的指揮官 請後面支援單位的同仁 趕快到前面來報到 因為我需要再有人入市了 那當時他的排法 以我個人後續了解以後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挑剔了 為什麼 第一梯次到現場 都是各分隊由幹部帶隊入市去救災 那第二梯到了以後呢 是支援的嗎 對對對支援的後續陸續來支援的 對 那當時的指揮官是請說 所有車的司機留下來 其他的都到前面來報到 那報到以後呢 當時的指揮官就開始詢問 每一個人的年資 最資深的同仁往前站 那後續的再來看年資 比較年輕的排給他 要入市以前還拜託他說 這幾個同仁 麻煩你照顧一下 那你們等一下接哪一線 你們等一下接哪一線 現場人力就是這麼多 那那個時候很多煙 但是還沒有那麼燙 可能還沒找到火點 對 那所以這時候還需要入市 持續的去找尋火點 或者是搶救 那時候評估也可能沒有 那樣的立即的風險 因為在第一梯隊進去的時候 覺得是 沒有立即的危險 那第二梯隊呢 就是由老鳥帶菜鳥 這樣子組隊就對了 這其實算是蠻稀鬆平常 直到現在也是嗎 我們以桃園的話 就不是這樣了 其實各縣市的人力不一樣 局內的人力真的是很短少的時候 那他勢必得要這麼做 不然他沒有人了 那我們桃園因為經歷了兩次 重大的消耗人員殉職 我們整個從制度 救災的型態都開始改變 所以你入市一定會有幹部帶隊 以前的那個年代勢必要混編 因為早期人真的不夠 那目前我們就不再混編了 了解 像現在嘛 現在就是人不夠了 然後六個人你就要進去了 對 好那當時呢 這個六個人呢 就簡單報了他們的分隊啊 聯姿啊 指揮官就決定讓 聯姿武林的陳鳳翔 以及七年的謝君姐呢 他們分別來帶隊 好那進到裡面搜救之後 這第二梯隊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有看到了什麼嗎 跟第一梯隊的不一樣嗎 後續回到監察會的時候 有聽到的是後面覺得溫度越來越高了 在天花板看到一些火了 這個時候無線電訊號通訊不良 那這個東西不是說以前才有 一直到現在今時今日 就在現場的無線電 還是常常會被屏蔽 因為建築物的一些構造 不管你是鐵皮 不管你是RC 甚至一些高級住宅 進去無線電在喊樓下 是完全受不到的 因為它建築物結構太堅固 可是硬體就是這樣 因為這棟建築物就是長這樣 無線電的頻率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中計 我可能比如說在梯間 轉角處轉折處多放幾個人 我的無線電可能只能喊到 中間這個人收到 外面也收不到 那這個人就必須要再喊 再喊一次 用中計的把訊號轉到外面去 了解 所以當時新屋的時候 他們裡面到底有沒有呼救 或者有沒有回報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外面的人有沒有收到 外面的人表達沒有 沒聽到 沒有 這東西不要講以前 現在都會發生 因為建築形態 建築物的結構構造 阻隔了我們的無線電波 所以等於是說在裡面帶隊的人 他們聽不到外面的 他們只能夠靠他們自己的經驗決定 要不要繼續 要不要撤退 只能依照他們自己的本能來做了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特收隊都會負責支援 那一天去支援的三艘的同仁 他們說在開車快到達現場的時候 在車窗台的無線電上 就有聽到同仁在喊救命 根據他們在訴說 他們其實當時一下車焦急如粉 心急如粉 迅速的著裝 穿好又往前衝 一衝到前面就看到整個火都燒出來了 目前已經進去的第二梯次 他們說看到天花板上已經出現了一些火 那這樣代表了什麼 這要看現場 但是面積這麼大 天花板為什麼會燒起來 火從哪邊燒過來的 火不會莫名其妙的就在這裡燒起來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指揮官經驗夠的話 他要評估是不是上方的可燃性氣體 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 天花板上面也會有可燃性氣體 我們的房子 天花板上面可能還有一個叫樓板 或者屋頂 比如說新武保育圈館這一間 是一個鐵皮的建築 它上面有屋頂 屋頂在中間有一層叫天花板 這好看我們把它隔起來 所以當時保育圈館最深處的機房起火以後 它所產生的這一些可燃性氣體 它會一直往上竄 它可能有洞就鑽 鑽以後它不是留在天花板下 是跑到天花板上 跟屋頂中間這個空間 這個區塊 所以一直在這裡續機 一直在這裡續機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一開始入室的人 他沒有感覺到很熱 他看到的煙可能是比較下沉的 這些溫度比較低的煙 比較高溫的濃煙 它一直往上鑽 鑽到屋頂跟天花板中間這個空間 等到屋頂跟天花板中間 這些可燃性氣累積得越來越濃以後 溫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把天花板給燒穿了以後 這個時候整個就快速的沉降下來 你說氣體就沉降下來了 對 燒起來 對 氣體跟火一接觸整個燒起來 或全面燃燒就是了 這個好像在消防界有個 專用的名詞叫做閃燃是嗎 對 閃燃就是比如說居室內的這些物件 它受熱以後開始會揮發出一些 可燃性氣體 當你居室內的溫度越來越高 那它揮發的可燃性氣體也越來越多的時候 導致這個空間內 每一個物品都達到一個燃燒的臨界點的時候 整個居室內同時間瞬間全面燃燒 這就是閃燃 是 所以當時在保齡球館裡面 它的這個天花板 基本上是已經全部都續滿了 這些可燃性的氣體了嗎 那很有可能就是不知道什麼地方 燒穿的天花板 明火跟可燃性氣體 濃煙一接觸 那就會造成整個空間裡面瞬間的全面燃燒 所以在裡面的可能第二T4小隊 它是完全沒辦法反應的 有沒有說完全沒辦法反應 必須要在那個當下現場 可是如果閃燃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能夠逃生的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的短暫 瞬間就全面燃燒了 是 當時屋內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檢察官有提出一個起訴報告書 裡面就這樣寫 他說呢 後來溫度越來越高 燕城跟人見度都降低了 唯一的生還者黃玉祥判斷 是發生閃燃的前兆 他有詢問隊長呢 謝君傑是不是要撤退 而這個謝君傑呢 這表示說要等這個指揮官的指示 這個謝君傑隊長會表示說要等指揮官指示 是想說可能要交由外面的指揮官來定奪 他可能當下不知道說要不要退 會有這樣的一些判斷是嗎 當時我在檢察會的時候聽到同仁講說 君傑那時候同仁有跟他反應 越來越燙了要不要撤退 那時候君傑有回答是說 再等一下指揮官還沒有說可以撤退 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其實心裡也蠻難過的 因為我們早期的這些訓練 大部分同仁可能會非常的遵守命令 那這個時候可能君傑判斷現在只是熱 他也不曉得可能後續等下瞬間的變化會這麼快 那他怎麼說再等一下 他還沒有聽到指揮官說撤退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的這種無線電的阻隔關係 為什麼 所以他可能也有無線電回報 說可能是不是要撤退 那或者是指揮官已經有叫撤退 但他還沒聽到 對大家無線電沒有聽到 那導致後續可能因為延遲了一點點時間 那散燃發生了或者是火災極端行為產生了 然後導致他們可能就退不出來了 嗯 是 那從看到前照到整個火場全面燃燒 大概只經過了10分鐘的時間 其實相當的短暫 依照這個起訴書 指揮官湯嘉欣有喊了第一次撤退 從2點51分到55分 他總共下達了撤退的指令有8次 只不過他每一次喊 都沒有聽到裡面的任何一個人有回答說收到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講說是6個人進去 但是後面變成是7個人 還有一個人是他的救護勤務結束之後也來支援 並且也沒有指揮官的命令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也進入到火場裡面 希望說可以參與救援 所以當時在火場裡面是總共有7個人的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消防隊員黃玉祥 也就是唯一生還的這位消防員 他的說法 他說的確有聽到一次撤退 不過是在水帶沒有水的瞬間 當時水帶一沒有水的時候 帶隊的軍捷學長就大喊趕快撤 同時也才聽到說無線電數要撤退 洪一哥水帶沒有水 對第一線要準備打火的同仁而言代表了什麼 如果你正在做滅火攻擊 忽然沒有水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風險 比如說前面的火勢就開始火焰熱 快速的向你襲來 還有就是真的要撤退的時候 如果你可能沒氣了或真的太熱的時候 那在火場裡面 如果能見度真的奇差無比的時候 你可以摸著水帶沿水帶去撤退 沒有水的水帶它會比較扁 比較不好摸 但是還是可以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也都有做這樣的訓練 那當然沖飽水的水帶 它就是膨脹的硬硬的水帶的時候 你會比較好去摸 比較好撤退 根據存活的消防隊員黃玉祥的說法 他們其實是相當驚慌的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走出去 這個火場裡面 這種情況下 打火弟兄原本是要打火的 反倒要開始保命的 這種時候到底該怎麼做比較好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叫同仁一定要冷靜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一般人你沒有辦法體驗 在火場裡面那種濃煙密布 伸手不見五指 那如果再加上有高溫高熱 你存在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要通常冷靜真的不容易 那當然所有的東西 我們希望越清楚越好 水帶是我們退出的一個衣巡 那當天新武保安球館 後續我在看現場的時候 在我們剛入室 就是鐵捲門被我們破開的地方 一公尺的地方 整個天花板掉下來 那種超大型的風管 整個把水帶都壓住了 那我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裡就覺得不妙 為什麼 掉下來的風管溫度一定很高 水帶瞬間就會被你燙到破掉 甚至壓扁了水也過不去了 那所以前面的水帶扁掉 前面沒有水了 那你撤退的時候 退退退退 縱使你退到後面 你可能剛剛記得 你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沿著水帶 因為你可能也有方向感 沒錯 我入室的時候怎麼走 我回去的時候就反方向走回去 可是結果他在那個地方 分了一個超級大路障 這掉下來的風管 整個完全把出口堵住了 那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心裡會懷疑 會恐懼 在那個時候整個會慌亂掉了 那個時候我看到那一隻 超大型的風管掉在出口 把整個水線都壓扁了 那個時候 我心裡想完蛋了 後續 確實我們六個同仁就罹難了 是 那這個現存的黃雲祥就回想說 當時他第一時間 就是發現水帶扁掉了 然後要撤的時候 他花費最多的時間 是站在原地 一直喊學長 因為他想說 這個帶隊的學長 可能可以給他一些指引 但是學長可能也不見了 他怎麼喊 然後學長也沒有呼應 那在這個火場裡面 他們準備要退出 但是這個退出其實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像剛剛您所講的 黃雲祥他回想 能夠救他一面的關鍵 是一根刺痛他的鐵絲 因為他記得原本 在進來的時候 是有被一個鐵絲絆倒的 所以他當時要出去的時候 剛好被一個鐵絲 刺痛到他了一下 所以他就記得說 這邊我要記得轉彎 所以他轉彎之後繼續向前 他就摸到了一個洞 那他當時不知道說那就是出口 那準備掉回頭要走的時候 有一個學長就拉住了他 那個學長剛好就是我們 特索隊的同仁 他是守在出口的 那就把他往外面出口就帶走了 當時沒有那個特索隊的 學長在那邊的話 他可能也就回不來了 又或者是沒有那個鐵絲網 他沒有被刺到的話 他可能也不知道那邊要左轉 後續這個玉翔出來之後 他跟學長是怎麼樣講的 學長有問他說 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拉到玉翔的是我們的二搜 二搜的分類長 當時二搜到了現場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所接收到的任務 是指揮官請他到第三面 就是火場的對面那一面 看有沒有辦法從那邊入市救災 他們到了現場後面評估完了 又覺得那邊沒有辦法 又回到第一面跟指揮官報到 回報後面沒有辦法 所以這時候指揮官請他們上一樓 從第一面入市去協助 在裡面的那些同仁們 把他們都先叫出來 那時候還沒閃來 把他們帶出來 二搜的同仁分類長帶隊 然後上到二樓正面的一個平台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落地玻璃窗 整個都被打破了 所以那時候煙非常的快速的 從居室內一直往外衝 農業很大 流速很快 據二搜的分類長表示 他到了二樓平台的時候 站在外面 然後看到落地玻璃窗裡面 有光束在跑 於是他就把手伸進去 就一隻手背藏了 就摸到一個人 就把他抓出來 這麼近的一個距離 對 那其實那個時候 玉翔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驚恐了 他可能在裡面找不到路 好長一段時間 那也跟所有同仁走私了 所以他已經想盡辦法 看能不能找到出路 那就像他講的 他可能比如說踢到一根鐵絲 可能這是一個關鍵的點 然後他爬到了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很接近外面了 他跟外面的距離 其實就一隻手背藏而已 只是濃煙濃到你 他看不到那邊是外面 剛好在外面的特殊隊員 看到裡面有手電筒的燈柱在跑 所以手一把伸進去就抓到他了 那抓到他把他拉出來以後 那就問玉翔說 裡面還沒有人 裡面還有沒有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裡面忽然整個火就衝出來 他們沒有辦法在那邊繼續待下去了 就趕快撤退 那個熱輻射的人都受不了 即便我們穿著消防衣 受不了 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玉翔後來被拉出來的時候 他是其實有點進到 有點恐慌的狀態了 他沒辦法好好地去表達 到底裡面的狀況是什麼 玉翔目前被拉出來了 不過在火場裡面 還有六位同仁 在裡面是生死未撲的 所以後續火事 我們要怎麼樣控制 因為目前看起來 是已經全面燃燒了 全面燃燒 你就只能盡可能的去攻擊火點 而且那時候其實很掙扎的是 其實當下應該就已經知道 還有效能人員受困在裡面 那可是你看到火勢這麼大 你只能盡可能的加速射水 然後往裡面去攻擊 希望能夠趕快接觸到他們 找到他們 但是實際上當時的那個瞬間 燒起來的時候太熱 太熱 那要靠近也沒那麼容易 你縱使想靠近你身體也受不了 所以到四點多的時候 火勢比較疲弱了 那開始後續能夠再次入室的時候 才發現我們那六位離難的同仁 那後續呢 這個唯一倖存的隊員呢 黃玉翔 他也有接受了這個媒體採訪 他就說他逃出火場後的 第一個畫面是看到火場正前方的兩台消防車正在開動 消防車正在開著這件事情 其實讓黃玉翔他是不太能夠理解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紅玉哥 現場有可能比如說火勢已經太大了 那可能會燒到相車 你不移動相車 相車就燒毀了 那等一下也沒有功用了 我們真的有幾次火警 火勢真的太猛烈 相車停太近了 那相車被燒毀了 都有 那所以比如說 如果火勢真的輻射熱 或者是明火可能也噴了這麼遠的時候 那相車勢必得要稍微移動 那當時那個現場 我不曉得指揮官那個時候 是什麼樣的情形來判斷說移動相車 但是根據後續二受的同仁說 現場那個熱道真的是受不了的時候 相車可能已經也被輻射熱烤得不行了 那這個東西就攸關 一開始的戰術 到達現場的時候 相車要不要停這麼近 對 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後續在訓練很多事情 不管相當遠訓練 停放車輛的位置 這些都是 要考量 對 你把車子如果你停的太近 真的火勢忽然 後續變大的時候 你相車會被燒到 那退不就把枯就好了嗎 會關係到裡面消防隊員的一些安全嗎 這不是說把枯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水線甩出去就接好 這位置就定了 你如果拉著水袋走 有可能比如說會把後面的Bump 那些連接接水的出水口 都把它拉壞掉 或者你在移動的過程中 辦到的東西拉斷掉的東西 所以你要移車 勢必要把水袋先卸下來 除非動線上沒有影響 那你緩速的 慢速的慢慢移動是可以的 所以這也是黃玉祥 他比較不能夠理解的部分 因為當時他們在火場裡面 突然水袋就沒有了水 後續他出到火場外面之後 又看到消防車在移動 所以他會認為說 消防車的移動很有可能 就是造成他水袋沒有水的最主要原因 你要移動的話 為什麼不先跟我們先告知 或者是無線電 等到我們確認有接受到之後 你再把水斷掉 所以一般來講 會有突然就沒有水 然後是沒有事前告知 這樣的一些狀況嗎 有可能 比如說水袋接頭在中間爆開來了 或者有些時候我們的火警 在馬路上有車子忽然壓過去 或者是水袋 旁邊有一些比較銳利的東西 那他很怕什麼尖銳物 或者你就栽到一半以後 有玻璃窗被燒破了 掉下來的玻璃剛好刺在水袋上 然後瞬間把水袋給刺破了 這種經驗其實非常的多 當時他們可能覺得說 為什麼移車沒有通知 或者是說外面已經喊了很多次 請他們撤退 要移動車輛 可是裡面沒收到 或者裡面的訊息外面也沒收到 這就是一個卡在 我們無線電通訊的問題上 是 關鍵還是在無線電通訊 如果當時雙方有溝通好的話 可能一切的撤退 或者是斷水都不會那麼樣的危險 他們可以有預知 有預知 裡面會知道外面的狀況 外面也會知道 裡面目前的情形是怎麼樣 但重點就斷在無線電 是沒有辦法順暢的通行的 不過消防車到底有沒有開動 這其實也是關係到 指揮的調度的問題 所以長官們其實一開始是否認說 消防車其實是有動的 一直到四個月的檢察官的 調查報告之後 才還給黃玉祥清白 因為案發現場附近的監視器 證實這個水車的確是有移動 於是當時針對整起火警的指揮調度 外界似乎就對他們好像有一些不少 指責聲浪是不是 當時確實 指責聲浪非常的多 也不是只有這個移動水車 比如說為什麼派年輕同仁進去 當時我們的人力就是這麼少 第一梯是入室的 他們出來需要更換氣瓶 也需要休息 我們全身的裝備穿起來 差不多30公斤 你又進到高溫高熱 濃煙密布的環境下 你在工作一段時間 當他們工作這些時間出來以後 會不會累 要休息一下 而且氣瓶那時候沒氣的 氣瓶要再灌氣需要時間 所以當時就請後續支援單位的人來 支援單位的人就這些人了 對 有比較年輕心境的 也有資深一些的 當時的指揮官 也已經把最資深的同仁找出來 請他們帶著這些年輕的同仁進去 注意資深的安全 我們一定會請同仁注意資深的安全 後續在教學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跟所有的同仁在上課的時候一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已經燙了 你心裡覺得不對了 你就退出來 你不需要等到指令 因為有時候我們無限電也會被屏蔽 你喊了 外面當然一定會叫你退 但是外面沒有收到的時候 他也根本不知道你想退 是啊 再來說到我們的水車移動 水車移動可能評估 火勢即將要變大 或者會燒到車輛的時候 我勢必得調整 我不調整 等一下整場災害 都沒有水車可以供給了 沒錯 所以我的指揮官不是神 他是人 他只能看到建築物的外觀 當我入室的同仁 沒有把訊號傳出來給他的時候 或者他的訊號傳達進 傳不進去的時候 那真的是無能為力 他評估現場 他看到的狀況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 這時候水車必須要移動 不然等一下會被燒到了 對 那他所謂的停水 到底這個停水 是車輛移動的時候停水 還是我到現在也看到的時候 那一支風管整個壓在 剛入室的時候的水袋上 造成的停水 對 所以一系列的指責 不管你是說停水移動車輛 還是比如說人 為什麼派年輕人進去 其實不是像外界講的 就是黑或白 沒有那麼簡單 對 現場環境真的是瞬息萬變 還有一個去過 打國保零酒館 對 這空間是不是挑高的 對 這種挑高的空間 又會讓我們判斷更遲緩一些 為什麼 比如說一般我們的住宅居室 天花板高度多高 3米 對 3米多 好 那一般散燃的徵兆 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中性帶 中性帶就是我燃燒以後 產生的濃煙 熱的煙它會往上竄 到天花板它散不掉 如果你沒有開口 它到天花板散不掉以後 它就開始累積 蓄積 那蓄積滿了以後 它就慢慢沉降 越降越低 那新鮮空氣跟這些可燃性氣體 這一條交界就叫做中性帶 那如果這個中性帶 一直沉降下來 到達這個居室的一半高度的時候 這個就很有可能即將要發生散燃 這是一個徵兆 那好 如果我們一般的住宅 它3米多 它掉了一半1.5公尺 我們一般正常人的身高 你站著這個濃煙 這個中性帶已經蓋到你的頭了 對 很明顯 很明顯 但是這個保瑜球管 它個挑高可能8米 9米 它縱使沉了一半4米 4米你會感受到什麼東西嗎 看不到 看不到 而且也感受不到熱 感受不到溫度 除非它輻射熱過來了 所以這種挑高的廠房 挑高的空間 會造成我們判斷更加的遲緩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造成第一個T4的隊員 他們判斷失靈 當時其實還有一些指責的點 包含說 已經知道起火點 是在後方了 但是他們好像當時指揮官 卻是由前方來進行進攻 這個東西起火點知道在後方了 後續是不是 二搜一開始 一到達以後 指揮官就指示他們到第三面 就是最後面後方那一面 看那個地方有沒有辦法從那裡進攻 對 我快清晨的時候 到的時候我也去第三面看 我整個面就是繞了一圈以後 我發現第三面那個地方 你真的也是不好進去 太大了 火太大了 不是火太大 是那個落差這麼高 中間有好多的障礙物 上面還有一個小門 你爬上去以後再破那個門 所以當下那邊可能也是有濃煙 或者可能在那邊有看到火光 可是那個地方沒辦法靠近 所以當時二搜分隊 他們一開始就被指派說 你們先去第三面 就是後面那個地方 看那邊能不能進去攻擊 是 那他們到了現場以後 凌晨深夜的時候評估不行 所以又回到前面找指揮官報道說 後面評估真的太困難了 沒有辦法從那邊靠近 那沒有辦法從這裡靠近 那勢必只好從第一面持續進攻 那我其實還有一個小問題 是當時評估在保齡球館裡面 是有受困民眾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我們可能不才比較保護自己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灌救 就是一定要進到裡面去灌救 他保齡球館面積這麼大 好在燒的地方是最深處 那可能距前面五六十米 以我們多年的經驗 那還有一開始可能沒有看到那麼多煙 指揮官可能覺得在這個地方 在中段這裡還好 甚至可能連陸式的效能人員 都覺得還好 如果很明顯一開始我到了現場 整個火勢猛烈火蛇串出來 我有辦法靠近沒有 這反而安全 對 反而是這一種 不管你指揮官 不管你陸式的同仁 都覺得還可以handle 殊不知後續整個變壞的速度 整個變大的程度 那個時間那個速度這樣的快 導致你被媽反應 當時監察院還有提出一點 是覺得我的指揮官沒有做好的部分 是沒有在搜救前去登陸管制 搜救小組他們的姓名 人數 時間以及氣頻壓力 這一部分又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我們後續改革訓練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早期我剛畢業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所有的到來現場救災各自分隊顧好自己 我看到這個地方可能需要救災的 我們這一組人馬不宜現在這裡攻擊 再來後面的指揮體系的大隊部幕僚來現場 才會說這一邊現在是誰 好誰在這裡 後續去把他慢慢慢慢把他追回來 早期人力不足的時候 或者早期沒有一套系統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樣子做 那你想要安全管制 你沒有充足了人力很難 當時我們做不到 而且行之有年確實如此 還有你請人來支援以後 那時候請後面支援單位都來前面報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的裝備器材也沒有說 像現在每個人都有一個救命器 救命器上面都還有你的名牌名條 所以管制容易 當你在活在現場的時候 早期我們來的時候可能就是到了 你們三個好就去 你們三個這一線 你們兩個一線 就這個樣子進去了 也不會有總管制人數什麼的都不會 對 後續我們發現這樣不行 因為在新屋我們真的找不到人 所以我們才會拆起 我們後續所有的改革訓練 我們要避免這樣的情形再度發生 黃宜哥 這個桃園新屋的保齡球館大火 毫無疑問是一起悲劇 這場案件六死的悲劇 對當時消防弟兄 尤其在桃園地區服務的來說 造成了一些怎樣的心理影響 事情發生完了以後 我們特殊隊就開始到所有的分隊 做什麼 巡迴教學 那時候局也希望就是 能夠提升校人員的安全 那我開始到各分隊的做巡迴教學的時候 當然首先針對一個東西 比如說讓同仁知道 你身上的裝備器材要怎麼使用 然後你的無線電怎麼回報 然後你怎麼被接受管制 還有你受困的時候你要怎麼逃生 比如說你被東西纏繞到了 還是你怎麼去摸索怎麼找到退路 那個時候我很明顯的感覺到 我到達每一個分隊 一般早期 你看大家都當過學生 你如果晚一點下課 那個學生嫌惡的臉都出來了 但是我那時候在各分隊巡迴教學的時候 好該教學該上課的東西上完了 實際的操作 技術面的操作操作完了 好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那各位同仁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我真的看著每一個分隊的同仁 那個眼神那種充滿了恐懼 甚至我要結束的時候舉手 一個一個一直舉手 教官如果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如果受困在這邊 教官如果無線電還不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教官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問題他想得到 那種整個眼神中充滿著恐懼 不再像從前 從前可能覺得我去救災 我割道 骨折 受傷 擦傷 破皮 小事這個都會好 沒什麼 但是經過了醒悟 大家忽然覺得 今天去了 明天就再也回不來了 同仁開始發自內心的覺得說 我應該好好的去學習 我好好的訓練 我不能再比如說 把平常該要會的這些技術荒廢了 或者不夠熟練 因為哪一天可能真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們後續 其實我們做了好多好多的訓練 跟改革 跟努力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我心裡是很感動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所有的整個 這一系列的這樣的改革下來 是從上到下 局長也全力支持 各層的幹部也是努力的配合 同仁更是發自內心的訓練 想要讓自己更安全 你可能覺得平常有一些 喜歡打棍摸魚的同仁 這個時候他都一樣認真的在訓練 原本制度上的一些缺失 我們來去努力的做改革 那訓職分隊他們 同分隊的這些同仁們 你有跟他們接觸過嗎 沒有 但是那個時候分隊的同仁 開始會輪流 比如說去進駐 去幫他們上班 他們人力也有短缺的狀況嗎 短缺 還有一個就是可能真的心裡痛苦 心裡難過 那我們特首隊在那一段時間 或者其他分隊都有輪流調度 進駐 去幫他們上班了一段時間 那到底為什麼 桃園新武保齡球館的這起火警 會這麼嚴重呢 經過調查發現 業者劉氏兄弟他們是異銷 又是在地家族 檢方當時就懷疑 背後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民代 這些勢力來替他們撐腰 才讓他們可以支手遮天 包含縣府的城鄉發展局 還有公務局等機關 任由這個大型違建 非法存在農地當中 已經長達有20年之久 當時2014年查報違建之後 相關人員卻把這個違建的類別登記錯誤 導致這個拆除的順序就延後了 如果早點拆掉的話 那也就不會發生2015年的這個悲劇了 此外 桃園地檢署認為 時任的霞須芬隊長 不顧業者沒有通過安檢 埃法 卻和謝忻小隊長 需要求另外四位安檢隊員 放水以圖利業者 以及有兩名公務員護航讓違建緩拆 所以桃園地檢署將八個人 依照圖利罪來起訴 但是法官認為 六名消防員安檢才重點的抽查 並不是逐項的檢查 的確是有可能是沒有發現缺失的 另外兩位公務員 是合理依照這個電腦的分類代號去做判斷 沒有其他證據去證明他們填的這個代號是不實的 因此判八個人無罪確定 檢方當時也有對保齡球館的負責人提起公訴 檢察官認為負責人是沒有依法檢修 造成電源線連久失修 演變成是電箱爆炸引發大火 因此依照違反消防法相關規定置人於死提起公訴 法院申禮的時候負責人變成 這個消防員救災本來就有風險 死亡結果也不能全部規則於他 消防員派員復查也都有合格 所以他並沒有過失 但是法員並不踩性 仍然判負責人6連10個月 那監察院針對這起事件調查過後 也提案要求桃園市政府應該要把當時擔任消防指揮官的 新屋消防隊的分隊長湯嘉欣等7個人來移送懲戒 整起案件的調查差不多到此落幕了 好那洪一哥這起事件過後 你們的消防員內部好像也有些檢討對不對 就是對於內部的制度到底怎麼樣改革 當時你有參與到這些討論的一些過程嗎 當時我們就很重要一點是我們不可以再像原本早期一樣 就是沒有安全管制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我們所有救災入室的同仁 你都必須要被管制 被管制這點是很困難的是不是 不容易 因為第一個人力不夠沒有辦法執行 第二個同仁從古到今都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 比如說我今天要從這個門進去救災 有人管制我 好那張小隊長你帶誰帶夾衣柄 你讓你們四個人一起入室了 好你們在這裡被我管制了 我一直在追蹤你在這裡 那入室一段時間以後 可能5分鐘可能10分鐘 外面的人就會開始追蹤 欸張小隊長請問你現在位置哪邊進度如何 氣量剩下多少 那一直有人在追蹤你管制你 那還有比如說他在追蹤你的時候 然後這些外面的人從外觀 看到建築物的型態是否改變了 哪邊有火冒出了 外面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了 那我要從無線電裡趕快通知你裡面的人 這種東西被管制的東西 其實早期沒有人沒有辦法做 這聽起來很重要欸 但是沒有辦法做 因為沒有人力 那如果有三四個小隊同時在裡面搜救的話 就需要三四個這樣的安全管制官 所以這需要很大量的人力 早期我們商局根本沒有這樣的人力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出去巡迴教學的時候 我們希望所有的分隊都必須做到這些事情 果然沒有多久 一個月兩個月所有的聲音就回來了 怎麼了 沒有人 所以新聞那個時候 全國各縣市相聚都是這樣 甚至還更少 比如說桃園分隊 一天上班才跟有十個或者十一個人 這樣子的人力 小一點的分隊一天上班就六個人 七個人 好一個人值班 兩個人跑救護車 四個人開兩台下降車到現場 兩個司機剩多少人 兩個 長年下來 我們的消防人員就是用這樣的人力 在執行救災任務 你可以想像小縣市更加的困擾 所以你說要做安全管制 不容易 我們局就做了很大的努力 開始幹嘛 把比如說以前 分散在每一個分隊的一些安檢責任區 全部集中到大隊 把人都抽掉 發生一定規模以上的災害的時候 這一批人馬 大隊幕僚 馬上到達現場 當做安全管制人員 這時候人力有了 但是這個過程很痛苦 因為你分隊瞬間人力就抽掉了這麼多 我們桃園剛好轉直轄市 升格直轄市 所以預算變多了 議會也全力相挺 那幾年我們每年是100多個人口的正成長 外縣市想要有這樣的人力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個是一筆很大的經費 對市府來說 沒錯 所以那幾年我們每年增加100多個人 但是好桃園有40幾個分隊 平均每個分隊一年也加2點多個人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立竿建議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努力的做 這種東西不是說你半個幾次訓練就可以解決了 不管是被管制的人跟管制官 他們都需要這樣的經驗不斷的累積 對 我們很多訓練不是說我今天開辦一個訓練 同仁就會了 要不斷不斷一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的復訓復訓再復訓 你現在教會了他 可是你要讓他熟練 第一個我們把安全管制 努力的花了這麼多年解決了 現在已經上軌道了 那再來呢 早期鄉署有辦一個firefire one 就是鄉署人員的火災搶救的一級的訓練 接受過這樣訓練的人不多 因為比如鄉署開班 一年可能一梯或兩梯 桃園我們算比較大的縣市 給你三個 一年兩梯六個人去受訓 我全局如果有600個人 那我要花100年才受得完 那個時候我們跟議會說 我們同仁受過這樣的訓練的人太少 我們要錢 我們要訓練 所以我們自己開辦 開了桃園專班 然後再搭配原本相處的 所以我們在兩三年內 把全局所有的外傾向同仁 有受過firefire one的比例 提高到大概99% 只剩下即將退休的那些人不用去 那這些都是訓練 或者制度上的改變 再來就是硬體 因為早期相對真的是經費很少 我畢業的時候 剛報到的時候 學長帶我去倉庫 從那個倉庫裡面翻翻翻 翻到那個陳峰已久的 那種舊式的美式消防衣 一件大大的長度長到你膝蓋 這樣抖一抖那個灰塵 這件你可以給你穿 這頂帽子 這頂還堪用給你用 我們以前都是這個樣子過來的 是 你剛畢業 你可能要等到3年4年5年後 才有經費買一件消防衣給你 我們桃園其實當年是這個樣子喔 那在新屋完了以後 有錢了 市府議會 消防衣沒問題 每個人兩套 馬上買 那空氣呼吸器杯價 以前我在特殊隊的時候 我們空氣呼吸器杯價 也大概七八組一個分隊 但是分隊十幾個人 下車你要搶氣瓶 搶到氣瓶你才能杯 當然因為你年輕嘛 所以以前我剛畢業的時候 學長不會跟我搶 一定都會讓我嘛 所以我就累積很多的就在經驗 因為我都會去搶氣瓶 甚至還有那時候在講的 TIC就是紅外線熱影像偵測器 在火災現場用的 那個時候全國有這個東西的人 用手指頭算得出來喔 不是只有全桃園是全國喔 是 那後來相署補助 那甚至我們議會也買 那個TIC一台都二三十萬以上 甚至更貴 那到今時今 我們桃園市政府相容局 每一個分隊最少都有兩台TIC 所以這些可能從軟體硬體 我們努力之後就改變 我覺得進步了嗎 進步 是 通人會有安全嗎 我覺得更安全了 因為我們不管從硬體上面 從制度上面 從你訓練上 我們不斷努力的在改革 那同仁也很配合 大隊幕僚在管制上 也不斷的去修正 因為你開始做一件事情 不會一次到位 這一次完了以後檢討 剛剛那件 為什麼哪個面向沒做好 也一直在變革 一直在進步 從新屋完了以後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做的事情 沒有錯 然而這個任誰都沒有想到 在新屋保齡球館大火六死發生過後 包含到洪毅哥在內的桃園消防人員 都陸力改革 以及扎實的火場訓練 但是三年後 一場相似的火警意外 卻又將他們拉回到了現實 桃園怎麼會又發生了六死的殉職悲劇呢 我們就留待下一集再來繼續探討 那麼這一集的我在發現場呢 先到這邊 也感謝紅衛小隊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一個個人的臉書 以及Youtube的搜尋訂閱 我在發現場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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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